根据天文预报消息显示,7月会有多个精彩的天文现象。 一、水星东大巨,水星是地球上最难观测的行星,因为它离太阳太近,总是淹没在太阳的光辉里。 只有水星和太阳的角距,达最大吉大巨时,公众才最有希望目睹水星。 水星在太阳东边称东大巨,在太阳西边称西大巨。 但真正要在大巨时看到水星,还需要日落或日出时,水星尽可能位于太阳的正上方。 2015年1月15日水星东大巨,是水星2015年的第一次露联。 本次观测时间是7月21号,没错,就是今天。 据中国天文学会会员赵志恒介绍,这次大巨观测条件应该会不错,如雨好天气。 大家可以在日落后的西北方向,搜寻水星的曼妙踪影。 你准备好了吗? 2.火星冲日 这也是2018最为值得期待的一场天文体冠。 最为15年一遇的大冲,这次的冲日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震撼景象呢? 请大家在7.27拭目以待吧。 专家赵志恒说,每过15年至十几年,就发生一次火星打冲。 上一次大冲发生在2003年8月29日,这一次发生在7月27日。 冲日期间,是欣赏火星的好时机。 整夜可见,下图为冲日概念图。 3.红月亮 在冲日完后,后面紧接的就是有着红月亮支撑的月泉石。 据称到时,我国除了极西部地区,可以观测到月泉石过程外,大部分地区还将见到待时月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